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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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屋销售已经连续6个月 高于去年同期 整体看 2015年前7个月 南加房屋销量比2014年同期增加了9% 7月份房屋中间价比去年同期平均上涨了5.5% 达到43.8万美元 其中圣伯纳迪诺县的销售数据位列南加6个县之首 房屋成交量比去年增加了19% 房屋中间价则上涨了11% 受就业市场强劲和低利率的影响 美国房屋销售在6月份已经呈现2007年以来的最强势头 6月 美国的城屋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6% 升至8年半来的高位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 今年美国的城屋销售有望创8年来的最大增幅 继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复苏 另一方面 加州的房屋销售持续加速 全美十大房屋销售最快的市场有8个在加州 其中4个在南加州 网维视 郭晶晶 徐涛 洛杉矶报道 各地的中国城一直是给人脏乱差的印象 然而旧金山市府以及新桥服务中心日前是宣布启动一项改善中国城的形象工程为期一年 新工程名为清洁华部 主管单位方面表示 工程将会为中国城商户带来商机 同时也能为新移民带来更多工作机会 并提供培训 我们非常感兴奋 发展的《Keep Chinatown Clean Program》 其实是给我们聘请聘请人 谁不讲英语 谁不认识民 谁不认识民 谁没有工作机会 新工程为期一年 每分周二和周五下午3点半到7点 会有清洁工到中国城清扫街道 主管单位负责人希望 经过一年的清洁 能给中国城居民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尤其是未来中央地铁开通时 干净整洁的中国城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来旅游消费 市府多个部门共同参与新工程 公务局推出了多项措施 包括 在商家门口增加200个垃圾桶 通过311热线或手机应用SF311 来投诉乱人垃圾的违法行为 以及提供信息帮助居民与商家 确保政府执法而不违法 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 市议员季芯 也出席了当天清洁华布工程的宣传活动 凤凰卫视刘海平 刘帅宇 旧金山报道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以及多华会 共同设立的海外华侨华人库筑中心 日前在多伦多举行街派仪式 来啊 专程到多伦多参加街派仪式的 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其亮表示 华筑中心是去年侨办启动实施的 海外汇桥工程的八项计划之一 目的是为了帮助华人华侨 在当地生存和发展 更快地融入社会 他们计划与当地华人服务机构合作 在全球60个华人主要居住的城市 支持和协助建立服务性质的华筑中心 据这个中心的承办机构 多华会表示 设立在多华会内的华助中心 将为大多伦多地区的华人 提供包括语言教育培训 相关资讯等多种服务项目 而侨办方面将提供各个项目的资金 尽管双方目前还没有透露 任何详细的计划 但是多华会方面表示 未来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 都将有利于服务本地的侨民 以及中国来的新移民 红黄迪记者腾中情 多伦多报道 一起来看在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美猪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国联邦检察官周三宣布 早前卷入鸾桶案件的连锁快餐店 Subway代言人福格尔 已承认付款与未成年人士发生性行为 即藏有儿童色情物品 需向14名未成年受害者赔偿140万美元 并列入性犯罪名册 接受性障碍治疗 2007年有传闻至 福格尔就读大学时 曾在宿舍营运色情片租赁业务 福格尔是一个关注儿童肥胖组织的创始人 该组织的43岁执行总监泰勒 于今年5月前涉嫌制作 及拥有儿童色情物品而被控 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 以严格的魔鬼训练闻名全球 但近日有两名女性缔造了历史 成为这所学校首批毕业的女学员 而另一个以魔鬼训练闻名 隶属于美国海军的海豹部队 也决定敞开大门 接受女性申请 据报道 有94名男性士兵 两名女性士兵通过为期62天的魔鬼训练 接受空降和空中突袭的作战训练进行筛选 专家表示 两位女性士兵顺利通过严格训练 证明士兵无论性别都能够发挥全面潜能 美国夏威夷一对夫妻14号上诉联邦法院 声称2013年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机时 男方遭餐车压伤 向联合航空索赔7.5万美元 起诉撞称 2013年8月 男子皮特·坦鹏与妻子米斯蒂 搭乘联合航空由夏威夷潭香山 飞往日本成田机场 一名空中服务员在派餐期间 将一辆餐车停在坦鹏座位旁后离开 后来餐车突然倒向坦鹏 导致他左膝盖及腿部受伤 其后接受了三次手术 联合航空发言人表示 诉讼正在等待处理不会做回应 听证会将于11月16日进行 卑诗省政府正寻求对策 希望遏制主人将宠物留在车内的不人道行为 加重处罚是选项之一 卑诗省农业厅长里尼克18日表示 去年卑诗动物保护协会 共接到1200通报案电话 省府2011年通过 纠定反动物虐待法 不负责任的处理宠物罪名 最高可面临7万5千美元罚款 及两年的致敬 为防止此类虐待动物的行为再次发生 部分地方政府已在地方相关条例上 提高了刑罚 未来数月 省府将针对提高处罚 适宜咨询社区及动物保护团体 希望明年春夏间能够落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天津市政府19号就天津港812爆炸事故 举行第十场新闻发布会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说 遇难人数114人 失联64人 17000多户家庭的房屋损毁 牺牲的消防官兵有53人 19人失联 黄兴国表示 光荣牺牲的士兵应该追认为革命劣势 按照高标准发表扬金和抚须金 黄兴国还建议在事故地点建立公园 为牺牲的消防员们立纪年碑 在被问及此次事件后 天津市委市政府是否会有相关官员 引咎辞职 黄兴国表示 会根据事实客观公正地做出处理 香港国泰航空19号公布中期业绩 今年上半年获利增至19.7亿港元 按年增长4.68倍 但仍逊于市场预期 主要因为燃油成本的降低 国泰航空表示 受惠于上半年油价大跌 国泰的燃油成本大跌三成半 对公司有正面影响 但其内燃油对冲 亏损37亿4千万元 国泰表示 未来会持续妥善管理非燃油成本 至于人民币早前贬值 国泰行政总裁诸国良表示 汇率短期波动不会影响内地经济的基础 而人民币贬值可以带动出口 相信对集团的货运服务有帮助 今年第15号台风天鹅 持续向台湾东部海域前进 台湾气象局表示 估计20号下午发布海上警告 台风外围环流 可能于星期五下午影响台湾 为台湾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带来降雨 一个多星期前的苏迪罗台风 侵袭台北 将近1万棵树倒塌 为防止灾情扩大 台北市政府工程队 出动清理路旁树木断枝 另外为预防台风再度造成清水变黄水 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表示 一旦水着度到达6000度 将会采取减量供水 若超过1万2000度 就会立刻停止供水 大批的民生物资 也抢在风雨增强前 送往台湾东部离岛蓝雨 因为从20号开始 往返蓝雨的船班将停航三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好 欢迎回来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三走势 早适开盘就呈现下来避开 随后高度关注的美国联盟储备局 上次议期会议原定两点钟公布 但是意外提前公布 公布之后同市场预期略微不太相符 大盘随后出现板弹上升 但是升幅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短 随后又出现下跌走低策大指数 还是以重挫下跌低收 获益记录显示联盟储备局认为 目前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 还没有达到联储可以提起的标准 同时仍然是关注目前通货收缩的现象 另外当天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美国的核心物价指数 以及整体物价指数 都是升幅只有0.1%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0.2% 但是整体股票市场仍然认为 通货膨胀率偏低 也是联邦储备局 目前没有提息的必要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年长债收益率还是持续出现低位 而油价继续是在六年半 新低的价位徘徊 所以对相关的一些大宗商品 以及能源相关的肋骨 原材相关的肋骨 以及矿藏相关的肋骨 都有一定负面的压力 那么公司盈利消息持续是 对一些房屋装修相关的肋骨 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整体市场进场意愿不强一方面 还是审视观望 前景对隔夜中国股市方面的市场走势 也是市场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 总来说华尔街坡市场 在星期三是开底走跌盘中震荡 走高说盘算大指数 还是下跌低售 以上是星期三 情况风红维持旁者 纽约报道 好 一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全球财经指数 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设计师 马兰·布雷顿首次跨航电影艺术 其自编自导的电影纪录片 台湾季行 之前是在洛杉矶进行了首映 台湾季行电影纪录片的制作者 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 马兰·布雷顿 出生于台北 成长于美国纽约 这部短片记录了他 回到故乡台湾寻根的经历 充分展示了台湾的自然文化景观 对台湾的记忆和情感 是布雷顿2015年春夏时装 充满中国风情设计的灵感来源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驻洛杉矶办事处 施兆辉主任表示 从布雷顿大师的客家花布 和蓝染的服装设计 可以看到客家文化独特的吸引力 他的服装看起来颜色非常的亮丽 很鲜艳 但是又不失灵气跟清纯 那可以说是结合了 那个传统的元素 最佳创新的一个例子 布雷顿在谈到家乡文化 对自己的影响时 深情地表示 这次把台湾文化融入到 2015年春夏时装设计里 是一个新旧文化的融合 比如他设计的裙子的腰身设计 灵感来自于几百年前的中华文化 同时也保留了现代设计的特点 洛杉矶时装界重要名流和嘉宾 约四百人参加了本次首映里 美国设计师真人秀天桥风云中的设计师 伯特·基特表示很希望能跟布雷顿合作 他说布雷顿的新颖设计 占顺应了最近年轻人对时尚追求的趋势 据悉布雷顿的2015年春夏时装设计 将于9月15日在纽约展示 29日再回到台湾展出 他的电影记录短片《台湾记行》 之前荣获纽约市国际电影节最佳记录短片奖 接下来将会继续挑战奥斯卡记录短片金像奖 凤凰卫视 王福明 陆梦 洛杉矶报导 年同金融机构将举办住房圆梦计划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 今年的住房圆梦计划活动 是在洛杉矶东区的安大略市举行 亚裔地产协会会长华文介绍了其特点 平面设计也是非常符合新一代生活的要求 和旧的一些房子相比 它的设计会更为合理 特别适合年轻人居住 本次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富国银行提供了三个贷款方案 我觉得这些贷款计划跟方案 都对内陆帝国非常有帮助 可以帮助许多买主来这里买房子 住房圆梦计划的主办方还告知 具体活动的时间是在11月初 凤凰卫视王福明洛杉矶报道 现在消费者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风景秀美 气候宜人 衣衫傍水 都是现代都市人的最爱 来自中国的知名地产商 长顺滨江皇冠公司 将举办楼盘品鉴会 届时会邀请世界知名的风水大师 现场讲解住宅风水中的玄机 其实投资房地产讲究的就是地段 长顺滨江皇冠公司就抓住了这个机遇 把目标锁定在了昆山 车座高铁只需要18分钟就可以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不仅提供通往上海的便捷性 这个楼盘距离中国第一园林苏州 也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昆山风景秀丽 而楼盘的三期更是因为靠近楼江 营造了更好的事业 项目配套还有5万平方英尺的会所 包括健身 餐厅 斯巴 将奢花享受 全面升级 长顺滨江皇冠公司的楼盘品鉴会 时间是9月12号在Pacific Palm Resort 9月13号在圣盖博西尔顿举行 好 一起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的小请请登陆 iPhoneUS.com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凤凰美洲新闻有长龙航空 Star Alliance Member Cartier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 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Stay Farm 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 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联合赞助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